大家好我是阿魯 如果說GoPro12相較於它上一代 在硬件方面沒有任何的升級 甚至是有減配的嫌疑 那麼現在正在錄製影片的這一台相機 來自於Insta360的全新的運動相機 Ace Pro 阿魯個人認為它才是 GoPro12本該有的樣子 Ace Pro 是的它就是來自於Insta360的新品 Ace Pro Insta360你終於是捨得出一款 真正意義上的高畫質運動相機了 說真的在軟件交互層面 Insta360絕對是阿魯最愛的運動相機 搶商沒有之一 通過強大的軟件交互來配合 極具創新的產品型態 就比如X3這樣的好玩的全景相機 又或者是Go3這樣的超便携五感拇指相機 從實用體驗和產品性能上來說 都可以說是行業裡面沒有競品的存在 近兩年影視Insta360屏接的深厚的產品設計 經驗累積再次殺回一體式廣角運動相機 用畫質直接給運動相機行業老大哥 GoPro上了一場震撼教育課 那麼在使用這台Ace Pro一個月之後呢 我對它的評價如何 它的表現到底怎麼樣 本期阿魯依然會請出運動相機市場佔有率最高的老大哥GoPro 通過和GoPro12的對比 讓大家可以更加直觀快速的感受到Ace Pro在各個方面的表現 到底怎麼樣 首先依照慣例 我們先來看一看價格 Ace Pro首發價格為2998 包含相機本體 一塊電池 一個快拆底座 一個柔性捏貼底座 以及一條Type-C數據線 阿魯在開頭不是說我認為它才是GoPro12本格 該有的樣子嗎 從價格方面來看呢 嗯 確實是的 起碼它的首發價格已經接近了行業老大哥GoPro12的首發價格3198 對不對 這個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嗯 緊接著我們來往下看一看外觀 Ace Pro整體外觀看起來非常的硬派 手感非常扎實 阿魯在測這種運動相機的時候是不會太愛惜的 經過多次不是故意的摔機之後呢 它的外觀還是保持的比較的完好 所以還是非常耐操的 裸機防水深度10米 機身右側是電池艙 左側是存儲卡卡槽和數據接口 數據接口的這個C口支持PT快充 20分鐘就可以充滿接近80%的電量 在按鍵佈局和屏幕佈局方面 和GoPro12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區別 頂部是錄製鍵 機身側面是電源鍵 而背面這一塊2.4英吋的翻轉屏 可以說是讓阿魯又愛又恨的存在吧 恨的是都已經2023年了 怎麼還會有這樣的屏幕數字 這個屏幕看起來真的不像是2023年的產品 屏幕的PPI是真的有一點點拖後腿 這也是阿魯拿到這台Ace Pro的第一印象 真的這塊屏幕帶來的直觀感受非常非常糟 我會誤以為這台相機拍出來的畫質 就像這個屏幕上面看到的畫面一樣差勁 但實際拍完之後呢 把影片放到這一塊XDR6K大屏上面一看 又是完全另外一個極端 所以這塊屏幕的PPI太低 也可能是這台相機唯一的一個不足了 在另一個方面Ace Pro這一塊翻轉觸摸屏 又讓阿魯愛的不行 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使用iPhone還是使用GoPro拍攝 我們都需要保持視野水平 要監視到正面拍攝的畫面 你就要讓相機和你的眼睛保持在同一個水平線 但是這樣的拍法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這樣拍真的太顯眼了 當你以這樣水平的角度去拍攝 你的鏡頭前的120度範圍內的人 大概率都會察覺到你正在拍攝 隨之而來的肯定是各種下意識的去躲鏡頭 看到你在拍他就會躲一下是不是 好那如果你沒有這種困擾 當你想要拍低機位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看不到正在拍攝的畫面 處於什麼樣的構圖呢 想看到畫面無非兩種選擇 要麼你就打開APP來監看 要麼你就趴下拍 而這台X Pro的翻轉屏 你只要按下左右兩側的按鈕 對就這樣打開 然後呢就這樣拍 超好用對不對 低機位拍攝再也不是問題 而當你把相機拿低的時候 低頭拍攝也不會有太多人察覺到你正在拍攝 當你需要自拍時呢 直接把屏幕翻到頂 左下角顯示拍攝的參數 屏幕顯示正在取景的畫面 這才是一個合理的自拍佈局 這就是我為什麼那麼愛這塊翻轉屏 真的很香 而底部X Pro採用的是磁吸快拆的設計 通過磁吸加上卡扣鎖子的方式 可以非常牢固的快速在多個位置 快速的切換你的機位 關於這個啊 GoPro你看你的友商都在幹嘛 然後你又在幹嘛對不對 你是不是想說啊 我要更新啊 我更新了一個四分之一螺口 從正面來看的鏡頭部分 一整圈的非常戰鬥的紅色線條裡 是一顆Insta360和萊卡聯合研發 擁有萊卡光學加持的1.3分之一英寸的4800像素傳感器 又是一個大體傳感器 可支持記錄4K120幀 在以下大家看到的樣片裡呢 阿魯都以生活中常用的4K24幀來記錄 實際在一個月的體驗過程當中所拍攝的這些畫面 大家也可以比較直觀的感受一下 X Pro的畫質性能 我個人認為X Pro是真的很能大 以下是一些和GoPro12的畫質對比 大家自己感受一下畫質上的差異啦 這裡阿魯順便插一嘴 就是X Pro的色彩以及畫面質感 真的太像GoPro的風格了 在對比兩者亮片的時候呢 阿魯一度感覺Insta360的影像工程師 是不是從GoPro挖來的啊 從直出畫面色彩上來看 兩者的風格真的非常非常的接近 阿魯在之前的影片裡面也有說到過 我對於GoPro的流鏈僅限於它的色彩科學 而如今的X Pro也有了這種好看的直出色彩 而且傳感器的底更大 畫質解析力更好 還有X Pro內置的非常多好看的色彩濾鏡 通通所見即所得 阿魯個人就非常喜歡這個內置的都市2的色彩 非常有電影感非常好看 基本不用怎麼調色了 阿魯調色調半天可能都沒有這個直出色彩來的好看 不過話說回來 我覺得以Insta360的軟件實力 應該是可以做出一條不錯的可用的動態範圍巨大的 給到專業的需要後期的用戶來使用的Log色彩曲線 對吧我說的對不對 Insta360的影像部門的各位大佬們各位老師們 那在人物膚色的呈現效果上呢 我們也用X Pro和GoPro12拍攝的對比 大家可以看到X Pro這邊的皮膚質感呈現 就是比GoPro來的更加的柔和 GoPro12這邊就很容易把人拍成流浪漢 感覺皮膚髒髒的 那麼阿魯自己拍攝的這一段來看 X Pro的優勢就更加的明顯了 我個人更加喜歡X Pro這邊在人物膚色上面的呈現 你們覺得呢 再加上萊卡光學的加持 X Pro這邊的畫面明顯在畸變控制上都處理的 比GoPro12好很多 不管是把人物放在畫面的哪個位置 都可以以一個比較自然的方式呈現出 接近肉眼所看到的真實感覺 反觀GoPro12這邊呢 徹底放飛了自我 這樣極具品牌特色的鏡頭畸變 還真的是別有一番風味 在畫面中的高光和陰影處的呈現 亮部到暗部的過度也非常的自然 保留高光細節的同時 暗部不會有怪異的被強行提亮的感覺 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個畫面 無際的面部細節在如此刺眼的逆光陽光造勢下 依然可以很好的呈現出來 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再對比一下 X Pro和GoPro12兩者在同一場景下的表現 在保證了皮膚的質感的同時 阿魯發現X Pro的動態範圍也比GoPro12更高一些 大家可以觀察畫面的高光部分 雲層的細節度 以及塑造間隙藍天的色彩還原 X Pro還是更勝一籌的 大家會注意到阿魯的每個對比畫面 為了方便大家參考 都會進行一個兩倍的放大 那麼X Pro這一邊呢 即便阿魯將畫面兩倍放大 解析力依然是非常清晰可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 X Pro這一邊 你也可以通過前期拍攝的時候 通過雙機屏幕來進行無損的變焦拍攝 這就是大體傳感器所帶來的優勢 反觀GoPro12這一邊呢 底比較小也確實也不怎麼佔優勢 那在機身放大時呢 放大倍率到達1.4倍之後 我們可以再去對比一下 X Pro的機身放大兩倍和GoPro 機身放大1.4倍的畫質效果 分別是怎麼樣的吧 差點忘了大家一邊看一邊感受一下 兩台相機在裸機收音時的效果吧 他們兩者對於人生的處理也有些許的不同 你們大家自己聽一下更喜歡哪一種聲音的呈現吧 那今天阿魯就是拿了這個 X Pro和GoPro12稍微再對比一下 然後同時開了這個低瑞度的畫質 因為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GoPro和X Pro這種比較低瑞度的這種感覺 來看看夜景情況下的畫質表現吧 一到夜間X Pro這邊大底的優勢就直接突顯出來了 GoPro12這邊可以說是基本不用比了 X Pro這邊在大底的基礎上 機內5nm的AI芯片還會介入進行降噪運算 大家觀察一下GoPro12這邊 在滿是噪點的同一個區域 X Pro可以做到畫面這麼的乾淨 Insta360家的軟件算法也真的是離了大譜 也是離了大功 很多時候我們在城市裡夜間 各種燈光夾雜在一起的時候 各種不同照度的燈具 也很難被叫好的去收入到同一個畫面裡 但是X Pro這邊依然是可以非常好的 把畫面裡的高光部分通過算法給壓回來 還原出畫面裡高光處的內容細節 而GoPro12這邊高光處就是一片死白 細節是完全看不清楚的 阿魯嘗試著在暗光環境下邊走邊拍 X Pro這邊的防抖表現也是明顯優於GoPro12的 你們自己看一看以下這些畫面 兩者之間一邊走一邊拍 在夜間的防抖性能真的是非常非常明顯的差異 這樣的差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誇張 阿魯不再多說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兩者的樣片對比 來自行判斷 關於白天的防抖方面阿魯就不再做過多的對比 那畢竟兩台相機都是有比較深厚的技術累積 GoPro這邊有Hyper Spoons 而X Pro這邊有Flow State 兩者都是行業頂級的防抖水平 所以也沒有對比的必要 大家可以自行感受這一段固定在穿越機上的兩台相機的具體表現吧 那聊完了硬件層面上的表現 我們來看一看軟件交互層面X Pro的表現好了 說實在阿魯很不喜歡捧一彩一 但是GoPro12的拆散交互在X Pro面前完全就是紅毛與泰山之分 在以前的一期影片當中阿魯就說過 Insta360的軟件交互設計是相機行業裡面不可逾越的存在 不管是系統本身操作的流暢度又或者是交互邏輯的合理性 在相機行業裡面都是頭部中的頭部 所以在這一方面真的沒有必要比了 X Pro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用 因為Insta360加的產品基本都可以做到不需要太多的學習成本 輕易上手就能使用 GoPro12和X Pro兩者不是一個維度的東西 就比如畫質參數設置這裡 X Pro點蓋就可以直觀的馬上選擇運動相機最重要的兩個參數 比如說是分辨率、幀率、防抖、比例 再來看看GoPro12這一邊 當你需要調整分辨率和幀率 不是那麼重要 不需要經常切換的綜合筆 而是否需要開啟HDR放在最上面 就完全不知道在想什麼 類似這樣的交互操作還是有太多的例子 我就不再一一列舉 再加上Insta360 APP的一些獨家功能 X Pro帶來的增色和加分不是一新半點 就比如融入AI算法的AI高光助手 在你拍攝了一天之後 AI會自動根據你一天或者是一周不同時機 拍攝的畫面 請識別出精彩時刻並自動剪輯 又比如當你使用GoPro12的時候 專業玩家需要額外安裝ND濾鏡 才能給畫面增加動態模糊和速度感 而X Pro這邊就直接開掛 App裡面可以直接通過算法後期算出動態模糊 還有一大堆非常有創意的玩法 比如說AI魔術師等等等等 阿魯就不再一一的去做贅述了 不然這一期影片真的會直接超過兩個小時 阿魯快速總結了一下這台Insta360的Ace Pro 它擁有不錯的畫質、主流的參數、合理的價格和優異的交互 阿魯認為Ace Pro的Insta360這個品牌 在一體式廣角運動相機這個空缺裡 交出了一份比較讓人滿意的答卷 當然如果Ace Pro這塊屏幕的PPI再稍微高一點 這個屏幕真的無力吐槽 那在色彩方面呢再給出一條比較優異的Log曲線 提供給喜歡後期的專業用戶來使用 那麼它就是完全真正意義上無敵的存在 今天如此阿魯還是想要回到剛剛一開始的那個論點 就是我覺得Insta360的Ace Pro才是GoPro12本該有的樣子 真的GoPro12這兩年不知道幹什麼東西 Ace Pro把GoPro的事情給幹了 幹得漂亮 好啦以上就是關於這台Insta360 Ace Pro的全部影片分享了 那如果你喜歡阿魯的影片阿魯這條影片 有給大家一些參考的話呢 千萬不要忘記給阿魯點個讚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再見